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 敞开你的门 那一年 我大学毕业进了一所设计院 我们这所设计院的办公条件很好 整整占据了一个楼层 从院长到普通的设计员 每个人都有单间办公室 或许是设计院的办公条件太好了 也或许是我们的工作特别需要安静的环境吧 反正大家都习惯于关起门来工作 因此无论何时来到我们的设计院 总是一片静谧 可是刚刚不出校门的我 却很不适应那样的环境 我在大学里是有名的活跃分子 平时总是喜欢和朋友们闹在一起 要我一个人关起门来工作 那还不被憋死 我希望能和同事们有更多的交流 于是每天一到单位 我就把办公室的门开得大大的 然而整整一周过去了 很少有人走进我的办公室 即便这样 我还是坚持每天开门办公 因为我觉得开着办公室的门 至少在心理上不会感觉那么的憋门 一天终于有一位女同事跑进我的办公室来了 她说有批心到的书需要搬上楼来 想请我帮忙 我二话没说 立即跟她下楼 很快将八大捆书一一搬上楼来 慢慢的 走进我的办公室的同事们逐渐多起来了 当然 并不是来串门聊天 而是有工作需要我配合的 这对我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 作为刚进单位的新人 我最怕的是无所事事 只要能和大家多交往 多做点事 多吃点苦对我来讲根本没啥 一个月很快过去 我也和大家混熟了 因为我的办公室总是开着门 大家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总是会第一个来找我 我感觉自己在院里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人了 这种感觉很好 某天 院长手里拿着一叠稿纸 急急地从我办公室的门前走过 看到我的门开着 他突然又退了回来 对着我说 那个 你 院长显然对我还不太熟悉 我赶紧站起身来 说 许院长 我叫林有光 是刚刚从浙江大学毕业到院里工作的 许院长您有什么吩咐 我 小林许院长看了我一眼 问 你打字快吗 我这里有一份材料 下午开会就要用的 对马上打印出来我们设计院的规模并不大 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电脑操作 因此也就没有聘专门的打字员 平时有什么材料要打印 院长都是临时抓叉的 没问题 许院长 我一会儿就能打好我胸有成竹的说 一个小时后 我把那份八千多字的材料打印并装定整齐 送到了院长室 许院长接过材料 满意的点了点头 从此以后 除了同事们经常会找我帮忙 许院长也经常在我办公室门口喊一声 吩咐我做一些事 可能他感觉到喊一声比敲门方便多了 渐渐的 我成了设计院里最忙的人 大事小事 不用谁指派 都会自然而然地落到我的头上 而各式的院长只要有什么重要的事物 也总是会叫上我 前年年底院里决定提拔一名院长助理 民主推荐时 工作才一年多的我被大家一致提名 在大家心中 我早已经是院长助理了 后来因为恋爱的原因 我去了别外一座城市 应聘到了一家民营公司 这是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 虽然大家都坐在一个大开间的 隔断式办公室里 但同事之间除了工作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的交流 大家都把自己的内心包藏得死死的 生怕被对手掌握了底细 让别人在竞争中占了上风 对于我这种外向型的人说 新的环境实在太让人压抑了 可是我出来乍到 还没在这座新的城市里站稳脚跟 眼前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暂时还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工作 那我何不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一下环境 我想到原先在设计院工作时敞开门的情景 现在这个大家内心封闭的环境里 如果我能率先对大家敞开心扉 是不是也能博得大家的信赖呢 于是我利用午休的时候 主动找大家聊天 双休日的时候 我还邀请和我一个部门的同事去泡茶吧 打宝灵球 其实人都是需要沟通的 我真诚地和同事们交往 把我的喜怒哀乐拿出来与他们分享 果然也得到了他们的回应 几位原本极有可能成为关系紧张的竞争对手的同事 如今都成了关系和谐的同事家朋友 当然 我们之间的竞争依然是存在的 但这种竞争是光明磊落的 堂堂正正的 带给我们的是动力而不是内耗 更叫人欣慰的是 同事们见我已成待人 都乐于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我 我能感受得到 在大家心目中 我是可以依赖的人 今年春节过后 我被提拔为设计部副经理 这一次又是大家民主推荐的结果 面对我的晋升 有的人跟我开玩笑说 林有光 你进公司还不到一年 怎么提得这么快啊 你的机遇可真不赖啊 是的 只要随时敞开你的门 机遇就会悄悄地溜进来 与朋友们共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